留学美国呀 英语是一个硬的要求 那么很多呢准备时间不足的 比如考研之后想来美国留学 或者高考之后想来美国留学的呢 有很多都卡在语言成绩这一项 那以前呢要去考托福和雅思 这两个考试都是线下考试 但是现在呢就多了一个选项 叫做多灵国 多灵国是怎么回事 他的考试的情况怎么样 这个公司是靠不靠谱呢 今天我就来跟大家来讲一下 那么多灵国它英文的叫Dualingo 这个公司呢 其实和我们后人所在的 皮子堡还有CMU 是有很多的渊源的 那么它呢就是CMU的一个教授创建的 而且多灵国的总部啊 就在我们后人总部的旁边一个楼 走路就两分钟就到了 那么这个公司呢 它起身是一个教英语的技术的公司 它有一个APP叫Dualingo 这个呢非常的popular 是在很多国家吧 都是最强的一个学外语工具 大家在这儿学日文啊 学中文啊 学西班牙文啊 意大利文啊 都非常棒 它在里面呢运用了很多这种 可适应性的学习的 人工智能的工具 来帮助学生呢 能够更好的学习语言 那么大概六年之前 多灵国呢 开始来进入对外的英语测验的市场 那么这个市场呢 以前在美国 托福是居无霸的 那么当时呢 大家呢 不太看好多灵国 因为你要是想进入这个考试的这个领域 你得学校认同你啊 对吧 你不能说 你光去推广推广就完事了 结果呢 在他做了两年之后呢 就赶上这个疫情 我们上次和多灵国开会呢 他们说啊 全球啊 已经有四千头的大学 接收多灵国的考试成绩了 那美国已经开发差不多了 他们现在就是在进军 其他的国家 比如说加拿大呀 比如说欧洲的一些英文授课的国家的大学 那么他本科的录取 硕士录取 甚至一些高中的录取 都接受多灵国的考试 那多灵国考试呢 他和托福考试有什么不同呢 他最大不同呢 就是他在基因上面呢 有这种人工智能的 自适应的学习 让你从电脑上 可以开始考试的 所以呢 他的所有的考试呢 都是机考 而且呢 都是在家的机考 他坚决不开设线下的考场 那在家的机考的好处就是说呢 你随时都可以参加 当然他有他的一些 先考的一些要求 比如说你眼睛不能走神啊 你这个不能旁边有人帮你啊 再有就是因为他有人工智能 适应的这些工具呢 那么他可以很快的来考出 这个人的水平 所以他的考试呢 时间很短 只有一个小时就考完了 另外呢 就是他出分很快 他48小时就可以出分 不像托福啊 雅思啊 你得人判卷 你得要几周才能出分 而且呢 他因为没有线下考场 没有这些组织的成本呢 他考试费用呢 只有49美元 是传统的这些语言考试的四分之一 所以呢 他就特别适合呢 短时间之内 想要多次考试 想要冲刺 想要赶紧提高语言成绩的 这些同学 那么大家呢 还可以呢 在多林国的官网上呢 利用15分钟免费 模考功能的来反复来练习 那目前呢 大部分的美国大学 都是接受多林国成绩的 比如前100名美国大学当中呢 有94所接受 包括长青藤 名校 像戈达呀 宾大 达特范斯呀 耶鲁 耶鲁是最先接受 他的一个学校之一呀 这个CMU这个学校呢 虽然他是CMU教授创建的 但是当时我们一起开会的时候 他们就很沮丧说 你看我们还叫了 其他几个学校 一起去CMU说服CMU 第一句话就说 我知道你们 你们两年之后来找我们吧 结果呢 赶上这个疫情 所以呢 半年之后 CMU就也接受了 还有呢 像NYU啊 南加大呀 UCB啊 约翰霍普金斯啊 这些都接受 他的接受程度是很高 他是一个在美国呢 用短短的六年的时间呢 成为了一个主流的考试的选择 而且呢 多林国呢 也是上市公司 其实跟中国学生 留美教育相关的公司 一个是多林国 一个是Niche 就是Niche高排名的 这个都是在匹兹堡 所以呢 匹兹堡呢 是一个教育重镇 这也是有他原因的 所以呢 大家呢 可以用多林国这个考试呢 来在短时间之内呢 能够取得一个理想的 一个语言成绩 这个并不是说呢 托福和雅思不好 而是呢 多林国呢 给你提供了另外的一个 能够被美国大学 认可的考试的一个机会 好的 那关于多林国考试呢 就介绍在这儿 希望呢 能够帮助到大家 美国求业就业 找后人 我是陈老师 你点个赞 我们下次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敌感谢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Creo